Hello 話說今天刷四盒二代和十盒三代 都是重複了一隻Global Skylar 所以今天真的 這小女兒買得最多盲盒的一次 所以要一次過錄完 其實基本上全部頭髮都已經確認了 但我就想錄下來 大家開箱的時候就可以 或者開始放入坑的時候 就可以看看這隻公仔是怎樣 和裡面是怎樣的 我們先開二代的Skylar 在一個街景的背景 我們先拆盒子出來 其實今天也很期待 這個 拆盒子 和錄片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而且真的 沒有試過 這麼拼盡的賣這麼多盒子 所以 這個二代 就是一個街景背景 本色圖 二代就是這一隻 應該 好 我們逐一看 第一把桃紅色的梳 和一張貼紙 貼紙 第二盒是 一個BFFs forever 貼紙 和一對 是一對 是有扣的 應該是深藍色 但可能 像黑色 深藍色 第三項 是一個桃紅色的 是一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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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支貼紙 是Renee 好 最後一盒 配件 又告訴你 浸凍水會轉色的 小卡 還有 一副眼鏡 好 接著到公仔 這支 是一個有蝴蝶結的Skylar 我好像是 第一個Skylar 對 就是她 看看 這裡有少少頭髮 可能要修剪一下 蝴蝶結在上面 好可愛 然後這些 為甚麼好像很髒 它不是故意夾了 不是太理解 好 是一些很真的顏色 好像普通 我們亞洲人的 髮色 不過它其實呢 就有少少 好像 蹄子 那樣的 深色 我會說是 深啡色 但是極深色 那這裡我想要剪一下 好 先穿鞋子 其實我想說 它是脫髮 脫了少少髮 髮水出來 最好鞋子 然後一個 包包 哈哈 一個包包 看看如果她戴上眼鏡會怎樣 戴上眼鏡會沒事了 戴上眼鏡也挺正常的 對 走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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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好像一個大字形行的女生一樣 好 接著我們就插上第二盒Skylar 都挺漂亮的 我覺得 挺可愛 它就叫做Global Skylar 好